每年10月到隔年的3月 是流行性感冒耗发的季节 为了要保护县民的健康 南投县政府每年都会购买流感疫苗 提供给民众来施打 今年将从10月5日起开始施打 希望符合资格的民众 携带健保卡到特约的医疗院所 或者是卫生所来接种疫苗 入秋之后就是流感耗发 大高峰期 而接种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方式 因此县府为了要照顾县内民众 特别采购私家流感疫苗 提供民众施打 凡年满50岁或是出生满6个月以上 至高中三年级的民众 都是免费施打对象 另外高风险慢性病患 BMI值大于30 罕见疾病者重大双病患 都纳入免费施打范围 希望有资格的民众 可别让全力睡着了 卫生局长黄昭朗表示 今年仍然准备13万7千剂 4架流感疫苗 提供符合条件的民众施打 给予今年状况比较特别 从去年年底到今天 受新冠肺炎的影响 特别呼吁所有乡亲 只要符合条件 一定要来施打流感疫苗 南投县的今年流感疫苗的施打 也从今年的10月5号开始来施打 那我们今年仍然是 准备了13万7千剂的一个疫苗 来提供我们符合条件的民众的一个施打 那因为今年的状况比较特殊 因为我们从去年年底到今年 到今年也就是到现在 仍然是新冠肺炎的一个疫情的期间 所以我们今年也特别呼吁 我们所有的乡亲 尤其是在高龄者 或者是老弱户户的部分 你一定要符合条件者 一定要来施打 因为我们今年是新冠肺炎的流行 因为新冠肺炎的症状很多 跟流感疫苗临床上所产生的症状很接近 那我们希望是流感疫苗 有流感性感冒有流感疫苗 可以来施打来预防 那我们可以减少另一道的风险 那另外我们今年的施打的顺序 以往是符合条件施打的 比如说50岁以上的民众 或者是肥胖者 或者是慢性病这些的患者 等等有一个施打的顺序 那今年中央政府已经准备足够的疫苗 我们南投县也筹备了 13万7千剂的一个疫苗 已经非常足够 所以我们今年也特别 全部就不按照原来的那个排定的顺序 只要符合资格 都可以到我们的13家的卫生所 我们县内的医院 还有我们102家的合约医药院所来施打 那另外我们也特别 林明珍县长也特别 取续我们一些的低收入户 那我们也联系了第七年项过光疫苗 已经也募集了300剂的流感疫苗 那我们目前也正跟 南投县证物社会劳动处 要的这些的名册 我们会通知这些的低收入户的这些的朋友 他们永远来接受施打 那我想这是对于我们 对弱势团体的一个照顾 由于流感的症状 与新冠肺炎症状相当类似 为了减少临床上的误判 因此光局长特别呼吁民众 一定要前往各医疗院所 接受流感接种 避免因为判断错误而增加治疗上的难度 另外对于19岁到49岁 非公费疫苗施打对象者 黄局长希望能够以自费的方式前往施打 以降低受感染有感的几率 记者陈一志南投市采访报导